大家好,习包子的盈威啊,习包子的权利,共产党的铁板一块的这个独裁统治 其实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啊,并没有那么牛逼 所以呢,我今天呢,跟大家也算是爆个尿吧 我是收到了一个我的过去在北京的一个朋友 他以前在发改委上班,但是一辈子里没当多大个官啊 就是个办事人员啊,北京的办事人员最起码都是处长是不是 他还不算是一个处长,他算是应该是副厅级干部 他就讲,他说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存在啊 所以这个共产党的盈威啊,共产党的管制中国的能力 他没有那么的强大,你只要老百姓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你能够不要怕,就是你大大方方的说出自己的话 哎,你封你,杀你,是不是 这个各种整理,你不要轻易的去退缩 共产党它是会认怂的 所以有三件事情啊,就这几个月 大概强后也就是不到半年吧 说这个中南海就承认一个事实 中宣部,网信办,发改委,这些个那些个的啊 承认有三件事情,至少有三件事情 老百姓其实是逼着共产党认怂的 逼着共产党,把他的臣命给收回去的 逼着共产党,这个什么啊,要换姿势的 你这么搞下去,老百姓跟你过不去 老百姓跟你拼命,三件事情 他们叫做什么呢 至少有三件事情,老百姓算是真正的 打败了共产党,打败了中南海 有点意思啊 第一件事情呢,是大家还记得吧 全国人大搞了一个所谓的一个草案 立法,是不是 有这么一句话,对于那些个伤害民族感情 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论和行为 要入法,是不是 要抓人,要坐牢 呦,这个事出现以后啊 就是一下子墙内就炸锅了 你说什么叫伤害民族感情呢 你没法恒量,是不是 完了以后,关键是你自己宪法里写的是言论自由 你不高兴人家这样说,你不高兴就得了 是不是,但是你为什么说伤害民族感情呢 之前呢也有这些个东西 每次都是共产党言了啊 比如说不准侮辱革命先烈 如果你侮辱的革命先烈要抓人的 所以我们的老朋友挪什么挪昌平 就因为骂了一下傻屌年 就给判了六个月的监禁 现在人不知道在哪儿 据说还在软禁之中 唉 但是在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狗 狗糠毛的人大要立法 说要打击各种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论和行为 这个事情上面 赢了 这个东西很好 因为这个东西引起了名分 很多人都在骂 而且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 所以就挪春艳了嘛 挪春艳呢 清华大学的老师喊了一嗓子 说你这个不合法 不符合立法法 人家法学教授跟你讲道理 一开始没引起重视 完了以后呢 在那里组织一堆五毛 骂这个挪春艳 有点意思吧 后来我们的在国学院 在北京老朋友 是吧 完了以后刘宇就写了一篇文章 这个人间的悲剧啊 就源自于大多数人的沉默 所以你在这个是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地方 你作为一个普通人 你不能够沉默 你不敢上街 理解 是不是 你不敢去去监督政府 我理解 你不敢怎么理解 但是你不要沉默啊 人家大家都在喊的时候 都在喊加油的时候 你也要扯一嗓子呀 你不能人家冲在前面 你在后面就当缩头乌龟 那不行 是不是 你倒是你会造抱怨的 你共产党会把你灭了的 所以在所谓的伤害民族感情的立法这个事情上 算是第一次打败了共产党 共产党最后一把这个东西就收回去了 不了了之 说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公安部搞了一个东西 是不是 又是这个劳春艳 然后一些个知识分子 就是这个上网 要上网证件 要上网网号 你上个网就上个网呗 你还要发证件 每个人都有一个上网证 完了以后上网还有上网证还不行 还得有个每次有一个上网的这么一个编号 就是控制中国劳 不行不上网呗 共产党一直想做这个事情的 细胞子上来以后就想做这个事情 当时是被李克强给拍死了 说不能搞这个事情啊 所以细胞子最后就推而求其次嘛 就组织了一批一大批的五毛嘛 说你可以批评我共产党 骂我共产党我也可以骂你呀 就组织了一批难人 所以细胞子的叫做什么五毛团队 全中国有两千万人全世界骂 骂我们这些人是不是 才搞起来 本来当时细胞子 2012年的时候 细胞子上来就想把中国的整个的 上网的这个事情要管起来 细胞子当时的原话是 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 不管你用什么下三滥的手段 我只要看结果 你要给我管起来 管不去管 你管不好你就给我滚蛋 管不好你就把你乌纱帽 你就给我交出来 所以最后这个奴尾嘛 是所谓的网络沙皇嘛 也没管好 细胞子一掌就把他给拍死了 现在人还在监狱里面呢 是不是 哎 结果这个公安部又回头又换了一个姿势又来 要求这个有上网证 有上网号 哎 结果又被一帮人呢 又给骂 全国的老百姓呢 一起吆喝 一起破口大骂 一起在网上讨论 又逼着共产党 又把这个东西收回去了 这可是公安部的事情啊 收回去了 后来也不了了之 但是共产党他不会承认错误的 他最后就不了了之 是吧 这个事情就算翻篇了 第二件事情 最最最最精彩的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这个住房养老金 房屋养老金的事情 我们做过一些节目 其实这是个很大的事情 共产党是变着法 来找你收钱 是不是 他搞了各种名次 我跟你说呢 他就是个骗子 什么叫做住房房屋养老金 你要么就是房屋维修金 要么就是养老金 养老金 这个东西 你不能说一个房子有养老金 你怎么养老金他是针对于人呢 他为什么搞这种奇奇怪怪的词 他就是有猫腻 他就是以养老金的名义 完了以后呢 找你的房子收钱 因为中国的老百姓 很多老百姓250嘛 他还是相信共产党的 就觉得自己年纪大了 要养老的话 还是想从政府那里领钱花花呗 他相信共产党呗 他利用这么一个老百姓的愚昧 老百姓的无知 完了以后搞了一个新词 叫房屋养老金 那房屋养老金后来有人说 你如果是房屋维修金 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其实收过的2%吧 收过的 所以你再收一笔 你肯定是不对的 说全国都已经20多个城市开始搞了 上海率先开稿 而且住建部都已经开了新闻发布会了 引起全国老百姓的一片骂 是骂的是狗血淋头 结果首先是上海辟谣 没有这样的事情 我们上海没搞这样的事情 我们要追查谁造谣传谣 是吧 谁制造谣言的 很有意思 然后呢 住建部又出来 又马上开了一个补丁新闻发布会 说我们没说要找老百姓收钱 说这个住房养老金这个东西啊 是从建安成本里面收钱 没找老百姓收钱 不要曲解我们的政策 你放你大爷的安器了 你就是想找老百姓收钱 那为什么现在开始又打布丁呢 又不承认有这么回事 谁说有人造谣传谣呢 这就是因为老百姓就是犯了重怒 其实互联网实在是个很有意思的时代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自己的手上的键盘 键盘侠这个东西你要当 你怕什么呢 是不是 人家过去的人真是提着脑袋闹革命 他都不怕 你现在在网上说几句话你就怕 有很多中国人他为什么共产党 能够统治这个国家统治的死死的呢 没有别的原因 任何独裁者 朝鲜也好 土工细胞子也好 古巴也好 委内瑞拉也好 普京也好 包括美国的民主党也好 他两个都统治一个国家 他就是一个策略 就是让你害怕 恐惧 所以以前为什么说有一种自由 叫免于恐惧的自由呢 你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你做事情 你不害怕 他是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我不怕你 你怎么的 是不是 我怕你 你来呀 是不是 我大不了我跟你死磕 我不怕你 所以中国需要出什么 要么你就是有勇气 表达自己的声音 与政府死磕 死磕派 要么的你就像当年的杨家一样 你我跟你讲道理 你听不进去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直接拖着一把短刀 宰你他妈的一个人养麻烦 我就看你服不服气 你不怕吗 是不是公产党的那个狗官 那些狗警察最怕死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我听到的 这个一个很有趣的这么一个观点 都是一些我们知道的事 但是他就讲 他说中南海其实是承认的 最近几个月 这个工作都不好搞 人心都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至少有三件事情 老百姓是结结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 把这个共产党就给打败了 那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就记住这个什么 刘玉老师说的一句话 一个黑暗时代的来宁 一个悲剧的行程 主要是源于大多数人的沉默 不要沉默 你的嘴巴 你长着一张嘴巴 不是吃饭的 不仅仅是吃饭的 你要说话 是不是 所以我以前写过一首诗 要么沉默 要么怒吼 吼他一嗓子 你怕神呢 是不是 谢谢